随着第四周决赛的结束 PEL和平精英职业联赛 S3赛季常规赛已经告一段落 与以往的赛季一样 本赛季依旧是优秀战队辈出的赛季 而作为PELS3赛季常规赛最后一周的州冠军 DKG毫无疑问是PEL赛场上最亮眼的队伍之一 相较于4MMVXQF等老牌战队的精彩历程来说 同位老牌战队的DKG就显得有些黯淡 由于战队成绩不佳 在S1、S2赛季的征程中很少有被人所称赞的地方 甚至面对着来自多方的压力 外界媒体的抨击 观众的冷嘲热讽 队员与教练间的信心受挫等 在这样的重压之下 我们奇迹般的见证一个战队的涅槃 DKG重生了 在S3的赛场上他们欲战欲勇 打出了自己的风格 打出了自己的信心 S3常规赛 DKG迎来重生S3赛季以来 DKG的手感可以说是越打越好 越打越火热 S3赛季第一周周决赛 DKG就开始展现出 他们长时间训练出的成果 凭借着前四局的稳定发挥 DKG以51分的总积分 一举冲入前三 或许是许久未曾拿到过这样的好成绩 在冲入S3赛季第一周周决赛前三名后 DKG在第二周周决赛的五局比赛中 却只拿到了18积分 排名在第13位 DKG成绩如此迅速的反转 让DKG战队的压力再次被引爆 从网络社区到贴吧论坛 从微博消息到直播弹幕 各个地方都再度充斥着对DKG的质疑 在这样的困境之下 DKG表现出他们惊人的毅力 弥补致命的短板 再次爆发 第三周第一晋级赛 DKG便以第一名的成绩 拿到周决赛的门票 第三周周决赛上 DKG也是发挥出色 冲入了前五的队列 常规赛的第四周 DKG仍然在第一天 就拿到周决赛的门票 并最终在周决赛夺下了百万周冠 S3赛季 从第一周开局的爆发到第二周的折戟 再到后面第三周 第四周一次比一次优异的成绩 DKG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更是为最后的总决赛做了一记强心技 第四周周决赛 DKG表现亮人 第四周周决赛上 DKG可以说是一改 之前两周的成绩高低反转 反而是一路稳定发挥 五局比赛中 每一局比赛都拿到了两位数的积分 还成功吃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蛋糕 第四周周决赛第一局沙漠地图 航线为普罗港到伊波城 DKG开场选择落点老工业区 阶段40 DKG在信号圈快要缩小时进行转移 并在途中将MV-XQF.Jimmy收掉 阶段6 DKG卡住Q9 并将其两名队员淘汰 阶段7 DKG主动进攻JD 可是因地形原因 DKG失去第一局比赛吃蛋糕的机会 周决赛第二局比赛 航线为提拨阵指向无花果阵 DKG仍然选择跳老工业区 阶段6 DKG靠着信号圈不断向前推进 先是将卡住自己的TJB团面 随后趁着圈内乱战拉开了枪线 并不断收割人头 阶段8 场内仅剩下JDACT DKG三支队伍 DKG 病狂哥哥一人员点价住ACT三人 同时队员三人登上房区楼顶 扫射混淹内的ACT将他们团灭 接着DKG在一口作气 凭借着人数和卡点的优势 又团灭了JD 施下第二局比赛蛋糕 周决赛第三局海岛地图 航线为军事基地指向S城 DKG选择落点R城 阶段3 DKG就帅先进圈 卡住西北部的队伍 一直持续到阶段5 并防御住了TC的一波攻势 将他们团灭 阶段7 场上只剩下了两只满边队伍 DKG与ACT对枪失败 获得本局比赛第三名 周决赛第四局 航线由军事基地东侧指向山顶废墟 DKG再次选择跳R城 阶段7 DKG与EKG交火 将ELG全员淘汰 随后被信号圈淘汰 第五局比赛 DKG仍然和之前一样 打得十分稳健 保持着满边的状态到达了阶段7 在被ELG和TJB夹击后 DKG一波混淹上车 摇起了火力车 可在两只队伍的猛力火力下 DKG还是被ELG引爆赛局淘汰 总决赛 DKG夺冠可期 从S1赛季到S3赛季 DKG由低谷中一路走来 经过不断的调整和训练 最终在S3赛季一名惊人 DKG能够在S3赛季常规赛中 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 一切都离不开队员们的坚守和努力 同为PAL老牌队伍 DKG没有4MMVXQF那般雄厚的底蕴 以往比赛的成绩 也没多少荣耀的地方 但是在S3赛季 DKG的成绩可以说是完全不输双雄 在周积分上更是以56的周积分 远超4M和MVXQF 如果队伍比赛打得差 那么就去反思自己的原因 如果策略有问题 那么就大家一起开会调整 如果队员状态不行 那就去多练枪法找回手感 DKG正是自身的不足 不断调整自己 一直在向前进步着 在经过S1 S2两个赛季的积累后 这种进步由量变引发了质变 并最终在DKG的成绩上表现了出来 还有和平精英S3赛季常规赛的落幕 宣告联赛告一段落 但是我们相信 DKG才开始迈出他们的步伐 在总决赛上 DKG一定会有更精彩的表现